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一個碗狀的這個物體 怎樣是大M 其內壁呈半球形 然後半件是R 好 現在假設此物體被置於 好 那現在 設此物體被置於光滑水平面上 這個水平面它是光滑的 好 如這個圖 現在有一個質量小M 的小球至碗之內地頂端 這樣滑下來 滑到最低點 則他問A選項 小圓與小球與碗的直心 移動的距離為0 小球跟碗的共同直心 移動的距離它說是等0 不對啊 它那個Y方向它有直心會下降 那直心下降多少距離 我們怎麼看 因為它那個小M跟大M的話 水平方向不受力 所以水平方向的那個直心位移等0 只有Y方向直心有位移 方向直心的位移是等於多少 我們看 假設一開始 小M的位置在哪裡 Y分下位置 我以這裡當最低點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的話 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Y0 Y0 等於Y0加R 那那個碗的直心高度不知道 會稍微比Y0稍微高一點 不過這是固定的 Y2的話 這Y2是固定的 所以它那個共同直心 一開始共同直心 就位置在哪裡 YC是等於 大M的加上小M 我們是大M 乘以多少 乘以那個Y2 加上小M 乘以多少 Y1 加上 這個 這Y1 Y1 那這Y1的話 是等於 是等於那個Y0 加上 Y1 這一開始 一開始 我叫Y1 Y1 那後來 它的直心位置在哪裡 Y1 Y1 2 這個時候就等於 等於 大M加上小M 大M的Y2 因為那個 碗的那個直心 Y方向的直心沒有變 高度沒有變 這樣多少 你加上這個 小M 就滑到這裡 滑到這裡 它高度變成Y0 M Y0 好 那我們看看 它的那個 直心高度變 我就這個 減這個 一減多少 ΔYC 減多少 大M加上小M 那這個減這個 因為分母一樣 分子相減 這個就消掉了 那Y0解掉這個的話 Y0消掉 剩下 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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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的 也就是說 它那個直心高度 下降多少 下降呢 大M加小M 分子 那你把它取大小 取大小的話 這m的話代表下降 大小 大小就是 大M加上小M 分子m 這個 那個 直心 Y方向位移的大小 所以不會等於0 所以A選項是錯的 這樣看 B選項 B選項 小球相對於晚的水平移動距離為R 小球相對於晚的水平移動距離 我們現在來看那個水平方向 水平方向 因為它水平方向不受力 所以水平方向直心不動 那我現在就把它直點化 把小M跟大M它的直心 把它投影在水平方向 那一個呢 是在這裡 那一個的話 是在這裡 這小M 那是大M 那它的共同直心不會動 共同直心在哪裡 共同直心 假設在這裡 那直心到達那個 質量的距離 跟什麼 跟質量呢 跟小M R 這整個距離是R 整個距離就是那個半徑 R 這樣子 好 那直心到達那個小M的距離 這個是等於大M加小M 或是大M 這樣子 好 那直心到達那個小M的距離 然後這個 當它滑下來的話 大M也會往這裡移動 到最後的話 大M跟小M的 X的坐標就重疊了 也就是說小M它的水平位移也是這麼多 這個是小M的水平位移 就是 德台 不是小M 小M 水平位移多少M 大M加上小M 大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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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V V它說 這個小球 相對於碗的水平 移動距離的話 是R 這個不對 V這個選項是不對的 相對於碗的 沒有 它說相對於碗的 相對於碗的 就是說你站在碗上面來看的話 那小M的話 從這裡就移動到這裡 它是相對碗的 這個人碗是相對地面 相對地面的話 它的那個 水平移動距離這個 不過它是相對碗的話 它是從這裡移動到這裡來 那水平位也是R 所以V這個選項是對的 它是相對碗的 相對碗 好 這樣我們看看哪些C選項 小球魚館的直心 移動距離為 大M加小M分之小哪 對啦 就這個啦 那水平方向移動距離等於0 也就是說 它事實上是Δ那個 Rc ΔRc的大小 這是根號多少呢 Δyc 平方 加上Δxc 平方 那這個直心的水平位 也等於0 所以變成是只有 那個直心外用向有位移 就是這個 就是Δyc 的絕對值 所以它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 小Mr 它除以大M加小M 所以C這個選項的話呢 是對的 C這個選項是對的 好 這樣我們看呢 D這個選項 它說小球移動距離的話呢 不會多少 小球移動的距離 我們假設說 小球的話 X方向的移動距離 Δxm 移動的距離0 是等於那個 大M加上小M 大Mr 然後Y方向 它移動多少距離 移動R 它從最高點 調到 這個這裡來的話 移動R Δym 這樣是等於5R 它是掉下來的 所以的話 我們曉得 這個ΔR 小M 它的距離是多少 根號呢 Δxm 平方 加上Δym 平方 那我可以把R 那我可以把R 給抽出來 R給抽出來以後 的話 就根號多少呢 這1 這1 加上這個 的平方 這1加上多少呢 大M 加上小M 大M 平方 就是這個 所以 這個 他說 這個 這個 小球移動的距離 是 移動距離 是這個不對的 它還有這裡 所以D這個選項 是錯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1這個選項 1的話 它是說 丸移動的距離 丸的話 它在Y方向沒有移動 丸的話 只在水平方向有移動 就從這裡移動到這裡 就這個 這個 所以 這個選項 是對的 所以這裡答案 應該選B C 跟E